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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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K航空发动机公司生产的L550E2冲城发动机 这款发动机最初由德国公司研发制造 但是现在在厦门生产 厦门尼巴赫公司是把他仿造生产了 说路透社看到了俄罗斯国防部和库布尔公司 2023年一度 一季度签署的一份价值10亿卢布 约1000万欧元的合同 已建造一家生产这款无人机的工厂 这个库布尔公司在2020年购买的一家 位于俄罗斯西部乌德莫特共和国首都 以热福斯克的废弃水泥厂 改装成是那无人机的工厂 好 这个你看这是在这个美国国务卿 副国务卿以及 以及这个北约秘书长明确说了 中共国现在给俄罗斯的 这个在乌克兰战场的各种军援 已经进一步升级 一点点放消息 放证据 中共国当然又是在这否认 说什么没有提供 他知道 这个其实早就已经手上都有证据了 说白了 中共国提供的这种东西 网友也知道 都是也是挺垃圾的 知道吧 他并没有 美国这个人就是西方 并没有把最新的情报给提供出来 中共国给俄罗斯提供的 肯定不仅仅是这一款 这个自杀是无人级 里面提供的部件还有更先进的 跟先进的 我们听听林女士 你怎么看这个事情分享一下 我觉得这个如果从时间线 就是在两年半前 路德先生披露这个中俄结盟 所以在俄罗斯能够攻击乌克兰 那这个提供基金是来自中共国 而且东方国也准备了非常多的军需 还有这个军费 包括这一些陆陆续续的这些援助的资金 还有这些微电子啊 这些设备 那这些都让俄罗斯在侵略乌克兰的过程当中 虽然受到了欧盟还有美国的经济制裁 但是他是越打感觉他的那种GDP是越高的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可以看到俄罗斯他借着整个战争的这个态势 然后让自己本身在他的收入 然后对于整个对于整个自己的这种军备也好 军力也好 然后经济也好 都有充分的提升 这个始作俑者其实都来自西部 那这个为什么情报在两年半之后才会这样一一披露 我觉得早先在路德先生披露的时候 其实应该美方的情报界也会有掌握一些讯息 但是整个 我觉得西方他们在处理整个战事的布局 其实是要整体配套的 因为你还要跟北约还有北约的整个其他国家配合的军力考量 还有美国在欧洲还有在太平洋 然后在太平洋第一岛链或者是东北亚这个部分 他的军备是不是完整 如果说整个全球的布局 美军他没有做一个很完备的布局的话 你冒冷就先开了这个中俄的底子 我觉得这个也会触发中也许 早在一年前就迅速动手也不一定的 那时候欧盟或者是北约或美国其他的国家的准备 包括日韩在军方的这种协同 还有在军备的这个协同 还有整个军军事的这种生产力是不是能够供应的上 这个我觉得是相对非常危险 而且是蛮冒险的事情 所以在整个过程当中 虽然我们觉得美方或者是美方的政治层面 所披露出来的这些情报 我相信路德社的观众会觉得说 相差于路德先生所披露的情报是慢慢多的 但是我觉得这个都有整个美国他在战略考量当中 各个层面的他们的作严点 还有他们在布局当中的这种时间轴 所以看到现在在整个包括第一岛链 在台湾啊菲律宾都已经比较稳妥的时候 那美方在这个时候把中共的嘴脸彻底 一点一点的撕开来 然后让全球的人们可以看到 也让乌克兰他们认清楚 真正去伤害乌克兰的 其实不是只有表面上的俄罗斯 其实更胜的是中共国 那如果说乌克兰他还拥有 比如说大疆的无人机啊 或者是中共国相关的无人机的厂商的这种机型 我觉得乌克兰就要颠量一下 那这个他们的所谓的军事情报会不会因为这样 也是被中共国掌握 那这个也都我觉得在情报的部分 也因为陆陆续续美方的一点一点的释出 然后也让其他的国家更谨慎于自己所用的 中共国的这些产品 包括这些微电子啊 这些光学的产品 因为这些都会在军备上面是会 多多少少都会用到的 那这个进程我觉得也是接近热战 我就是越来越近了 因为当美国这样子说出来之后 其实让整个民众 我觉得情报界应该是很早就知道了 是让民众除了华人之外 那种整个对于中共的这种更严重的这种排斥 更看清中共的邪恶 而且是在整个核心邪恶轴心国当中的轴心的 这样子的概念是会更加强的 所以对于整个战事来说 如果是先把中共国先解决掉 那么对于整个战局 或者是对一般民众的心态 我相信他们会更清楚 为什么过往这两三年 各个国家都一直会让民众不要再投资中共国 不要再把市场全押在中国大陆 那这个一点一点 然后让不管是在金融方面或者是贸易方面 也都要慢慢去跟中共国拨离 其实它的原因就在于此 所以这个也都是让我们可以看到 在不久可能也是蛮快的的时间 就会有我们可以看得到的热战吧 你自己一点想法 路德先生谢谢 你看这个前几天已经明确了 美国即使英国已经解禁远程导弹 对俄罗斯本土的更深层次的打击 然后普京在这个事情上 你看他警告 警告怎么警告了 他说俄罗斯如果对乌克兰 就是美国如果对乌克兰解禁远程导弹 俄罗斯将于北约开战 这个将于北约开战 把这个牛逼已经吹出去了 这意味着他这样说 意味着北约国家美国和欧洲国家 与俄罗斯处于战争状态 如果情况确实如此 那么考虑到冲突本质的变化 我们将做出适当决定 以应对我们面临的威胁 所以威权国家 就是最基本逻辑 你看就伊朗一样 是吧 打了白打 打了到现在也没人回应 但是你们牛逼还是要吹出去的 这是绝对的 这就是基本逻辑 大家看啊 这就是基本逻辑 所以牛还是要吹的 所以对他们来说 这个至于接下来 到底打不打无所谓 但是牛先 很快还是要先放出去 你怎么看啊 林女士 我觉得这个 就是像路德先生 这两三次的节目 一直给我们的认知 就是在情报层面也是 就是中俄他们真正的实力 如果跟美国还有北约比起来 其实这个实力还是有迭代的差别的 所以为什么普京你看他之前一直叫嚣使用核武器 连前几天土布涅夫的轰炸机也都说从那个基地都已经是出来了 所以这个部分可以看到这个俄罗斯他是不是普京真的会用这个核武器来认识去其他的战场去做打击 包括你看这几天那个北朝鲜也是一直叫嚣着他核武器的加强生产 那这个也都是一个我觉得都是一个渲染 都是一个在认知上面互相的叫反 然后让对方害怕 然后让对方在各个层面是不是想说可以再跟中俄的谈一谈啊 或者是缓一缓彼此的这种对峙的高涨的这种可能的热战情绪 我觉得这个都是可以看得到的双方叫反的那种火腰味 只是这种强权国家他其实真的是很难去拉下脸 然后你可以看到伊朗到现在也是就没有声音了 他不是说要攻打以色列吗 然后要对以色列做多大的这种反击吗 然后这种复仇的这种形势不拘 但是呢就是会让以色列得到教训的这样子的声音 我觉得上个月对啊都还有这种声音 那现在呢几乎就没有什么其他的新闻 是来自于伊朗他对以色列的报复的这个层面 所以刚刚美国他也一直对于北京还有北京直接强化俄罗斯这个战争机器的谴责 我觉得对于俄罗斯跟中共国他们是真正骑虎难下吧 现在的局势 谢谢 好 这个关于俄罗斯这里啊 就这两个消息 我们给大家分享 分享完以后大家自己看看啊 这个俄罗斯普京敢怎么样 因为他上了 他肯定要拉着习一起上啊 所以现在形势啊 就是很明显很明显 这个西方其实已经准备好了啊 就看他们敢不敢动手 好 咱们这期节目先聊到这里 待会再见啊